今天不倒跌 包括我们这一节会讲的手机设备股 其中1415的电子跌得比较多 现在版面上看到都跌成9% 涨18.5% 电子去年来说是股王 股价都累升超过一倍 但今年开局以来都累跌超过两成 是去年年中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那次急挫是因为原本市场有一定冲净的苹果Fiction Pro 预期的售价就过高 而且当时的预售期要等半年以上就太长了 等了大半年 预售在后日 即星期五就会开始 在2月2日就会上市 售价就是3499美金 就有256G 今天这样跌是因为对于预售前的股价 对于它的反应 觉得会不太理想 还是市低那么差 宁愿take profit算呢 就应该似后者 因为产品推出当然价价是比市场预期中贵 但之前你见到股价亦都是因此 而是有些下跌 所以会否因为同一个原因跌两次呢 我觉得未必是 再加上就不在股值上 如果你说以高位电子去到现在这些水位 也不要说下半年它能否做到 现在的股值 在说三十多倍PE 你还要计算今年市场预期 因为每股盈利增长更加多 如果你说投资者觉得可能性又会低了 如果市场上有这么多便宜的东西 它有这么贵的话 那自然就宁愿先沽出 然后再看Vision Pro 的销售反应 到时再去部署 所以今天我觉得在港股里面 有部份 因为可以获利的股份应该不太多了 但你面对高位电子之前升上的幅度 那么夸张的话 今天就应该有些中长线投资者 会选择take profit 那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市场都预料 今年手机市场复苏的 但苹果今年一来就在中国官门就预告了 明天1月18日之后 21日一共4日 就会开启一个迎新春限时优惠 那买指定产品就可以减800元 那是不是应该这个消息 都有份拖累了高位电子的走势 都拖累了其中一种手机相关股 就像之前Tesla一划减价 其他车股都一起滑下来 是的 其实这个主因就影响机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你见苹果原来在去年的销程 完全不像预期 还要今年立刻做一些promotion 去促销的话 都反映了两样东西 今年可能它面对情况也比较困难 刚才说过 今年其实如果你计算盈利预测 比去年 其实是有一个挺高的百分比的上升 即是说是四五成的上升 那究竟是否还可以符合到盈利预测呢? 而另外就是原来它去年年底的时候 苹果买得差 那是不是受着华为的影响 或者小米影响 那对于它们下半年的盈利预测呢? 可能又会更加悲观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 就反而是表现中 就是这两个的盈利指标 未必可以符合到早前的大项分析 那你有些投资者 就宁愿这段时间 就先走一走 因为短期的气氛 无论是内地的经济状况 甚至乎可视的高位电子盈利的情况 都不会很乐观 谢谢你